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春季绿卡面试亲身经历 这个呢是根据我最近通过电话 陪同一位在新英格兰地区面试 然后取得绿卡批准的申请人 这个情况我们来相应总结的 这位申请人情况比较特殊 他在提交485申请的时候 他的签证身份已经过期了 那我们知道呢 过去一段时间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 有这种问题 有的人用B签证入境美国 后来呢职业移民又要排期了 或者排期前进比预计的慢 等排期还没到的时候 他的签证身份已经要过期了 怎么办呢 那有的人及时办了延期申请 但是延期还在判定 甚至有的被拒了 那有的人呢可能没注意到这一点 最近我们还听说 有的人因为错过了 要提交485的时机 结果呢就很担心 害怕说 哎呀我在美国逾期拘留了 怎么办啊 会不会影响我的绿卡啊 然后他就离开美国了 那到时候过后再办 就增加了很多麻烦 很可惜 也有的人呢 反过来 他比如说入境美国不到90天 用B签证 F签证等等入境 他就和美国公民结婚了 或者提交绿卡了 结果呢被认为有Visa Fraud的问题 结果因为程序上的简单的原因 也遇到麻烦也很不值得 具体来说呢 根据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疫情的原因 我们看到呢 移民局还是有一些Flexibility 我们有不止一位客户 包括此前住在美国的 以及住在中国的啊 他原来的签证身份已经过期了 然后他才提交的485申请 但是经过我们帮助客户努力 我们还是取得了他的485的批准 拿到了绿卡 那么具体来说是怎样的呢 这位客户呢 他事先也了解到啊 因为个人的特殊情况 所以他比较重视 他来自中国呢 他这个英语不是特别流利 所以还找到翻译 但是呢 在具体面谈的当天呢 这个移民局的工作人员比较严格啊 那原来安排的翻译呢 移民局工作人员说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啊 还不让使用 在当时呢 临时给他联系了指派的啊 一位翻译人员 这个呢 也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事先没有练习好 没有准备好啊 有的时候你想要说的话 就不一定能够传递给移民官啊 那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么我作为律师来陪同申请人 通过电话来参加了这样的面试 这个呢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 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多 也是移民局允许的 具体到这里呢 那么移民局呢 工作人员一般问到呢 有三部分的情况 一个呢 个人的背景 家庭情况 婚姻孩子的情况 个人的学术背景 等等 还有呢 有的人曾经是党员 团员等等 移民局也问到了这方面 包括过去的 在体制内工作 或者什么其他的个人经历啊 这方面做的某些专业啊 这方面某些学校等等啊 这类问题 还有呢 就是485表上的基本的问题 一个security questions 包括也有这个public charge等等 这个我们此前也有别的视频 讲到这方面啊 那另外呢 对于在美国曾经身份过期的人啊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这方面呢 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移民官没有专门的特别提到 你就不要话舌添足 问道 还有这个事 你给我看看要不要紧啊 这是不是没有关系啊 你给我提供一个保证好不好啊 那这个大概不是很好的策略 对吧 但是如果移民官问到 那你当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解释 具体到这位申请人呢 在移民局工作人员问答以后 那当然他问到你什么问题 那律师不能替你回答 对吧 还需要个人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解答 但是呢 律师可以帮助你来增补解释 尤其是在面谈结束以后 申请人回答完了问题以后 移民官还会问到啊 这个申请人你还有什么问题 律师还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位申请人情况比较特殊 我们帮助他据理力争 讲到移民局 在疫情期间有flexibility 另外申请人根据移民局的规定 虽然身份过期了 但是身份过期并不等于非法拘留 并不等于unlawful presence 并没有accrue unlawful presence 并没有inremovable proceeding等等 还是符合交485的要求的 有的申请人还符合245k的要求 即使过去有未经许可工作 或者身份的概括 也可以不影响 那么大家知道呢 出生在印度的申请人 有的人排期很长 要10年以上 10年里他也不定换了多少工作了 对吧 那中间这个身份gap等等 也都是有的啊 这个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取得绿卡的批准 所以这个本身并不是问题 那并不要就是自我否定 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申请人 有别的说短板薄弱的环节 有曾经挂靠的因素啊 中间身份的空档 或者说想起来我当初填过一个表啊 签证申请表也罢 身份转换啊 或者办OPT的表也罢 我还写错了什么地方 要不要紧啊 或者有的人有这个婚史 有什么其他的签证被拒的历史等等 会不会有问题啊 原则上这些都可以不影响你的绿卡批准 但是呢 那你需要认真准备 那相应的这个换位思考 想到从移民官角度 可能会问什么问题啊 那应该怎样回答啊 事先准备好 我们看到好多时候呢 申请人过多的纠缠于事务性的地方呀 我这到底是这个月的15号还是20号入境美国的 我这个工作 到底这个职责怎么描述 这些呢 一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一些原则问题可能更重要一些 总之呢 我们看到现在移民局485呢 可能审核比原来要严格一些啊 有的时候呢 他还会到申请人原来工作的地方啊 去验证啊等等 那这个呢都可以有合理的应对的方法 移民局这个面谈嘛 那他并不都是坏事 也有的人申请交上去好久没有消息 觉得说掉到黑洞里 那你有一个面谈呢 经常面谈以后 短时间就可以得到满意的结果啊 所以呢 这个也可以加速你的485的处理时间 如果有你收到了这个移民局的面谈通知啊 需要相应准备 或者需要有律师或者翻译啊 帮助你来陪同参加面谈 或者在面谈以后收到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啊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助你来准备 帮助你来回复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2023年春季绿卡面谈亲身经历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